ADI AQ50 再來講解ADI AQ50的接收靈敏度調整 就是俗稱的SQL 那有兩種操作方式 那先講解第一種 就是我們按這邊有個Menu鍵 按進去之後拆暗設置 然後上下鍵選擇00 SQL 然後Menu鍵進去 上下鍵就可以選擇數值 那提醒一下 數字越高接收越遲鈍 數字越低接收越靈敏 看到太靈敏會一直有雜訊聲 那就依照你的使用需求 去做你接收靈敏度的調整 表示我現在調整到5好了 確定好 這邊有個Menu鍵 確定 ESIT 退出選單 取消 這時候我們就已經調整好 我們SQL到5了 那有記得我們介紹影片說到 這台機器的接收過於靈敏 甚至有點神經質的部分 所以一般我們建議它的接收 不要調得太過靈敏 可以調弱一點 那這叫第二個操作方式 我們就是快捷的方式 就是Menu 設置 0 就放在自動跳到SQL 我再示範一次 Menu 設置 0 就是SQL 這時候呢 Menu進入選單 上下選擇 每一般推薦可能是到7 甚至8 都沒有關係 就看你的環境 設定好 Menu 確定 ESIT 退出選單 這樣子 就設定好 SQL到7了 以上就是 ADI AQ50 設定接收靈敏度的方式 謝謝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可以嗎 沒問題 請我 pul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